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爆發這幾年來規模最大的衝突 加沙醫療官員稱 從5月10日以來已有21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包括63名兒童 以色列當局稱有12人死亡包括2名兒童 巴勒斯坦擊進組織哈馬斯在5月10日 突然向以色列南部發射大量火箭彈 以色列回擊 襲擊加沙走廊 哈馬斯則繼續攻擊 以色列官員估計幾天來 哈馬斯至少發射了3,450枚火箭彈 哈馬斯被以色列、美國和歐盟視為恐怖組織 以色列表示 他們襲擊了約130名哈馬斯成員 和30名伊斯蘭激進組織武裝分子 17日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運動高級指揮官 哈別德也在以色列的空襲中被擊斃 國際社會密切關注局勢發展 紛紛呼籲雙方停火 中國是5月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 論籍主席國 但是中共的態度與西方國家不同 中共外長王毅16號主持了以巴局勢緊急會議 他沒有譴責哈馬斯挑起攻擊 而是重新對兩國方案的支持 同時譴責美國投票否決中國 挪威和特尼西亞之前提出的聯合聲明 美國外交官則聲稱 這個聲明會阻礙正在調停兩邊停火的外交工作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這幾天也不斷攻擊美國支持 以色列自衛 趙納堅18號聲稱 美方在安理會已陷入空前孤立 完全站在人類良知、道義的對立面 華春瑩在14號 也說美國不關心巴勒斯坦穆斯林 順帶評擊國際社會對新疆穆斯林的關注 專家認為中共加入以巴衝突有自身利益關係 路透社說 以巴衝突已造成加沙地帶52,000人流離失所 但目前雙方沒有就具體的停火時間點達成一致